台大醫院的急診室病房 日前出生了一名竊賊 偷走一台價值兩萬多塊錢的血氧機 原來竊賊是院內的病人 他過去常常不照規定 隨意出院還拖欠住院費 這一回偷走血氧機被抓包 他變成是忘記歸還 但是在醫院裡面 血氧機必須是在專業人員協助之下 才能來使用 沒有開放讓民眾自行取用 等於這嫌犯說辭呢 直接被打臉 最後也遭到依送法辦 醫院急診室內有名男子 在走道邊鬼鬼祟祟東張西望 停在一處對眼前物品 東摸摸喜摸摸 確定四下無人後 突然手一伸拿走眼前的東西 就快步離開現場 他的詭異行徑全被錄了下來 這名嫌犯其實是 還住在醫院內的病人 不過他常常不配合隨意外出 甚至還拖欠住院費用 沒想到這是更動起 歪腦筋偷走院內的血氧機 事發在上個月31號 台大醫院急診室內 男子偷走價值兩萬多元的血氧機 被抓包後 卻變稱只是要拿回來自行使用 事後忘記歸還 並不是要偷 專業型的醫療血氧機 都一定是在ICU 或者是在急診的 由那個專業的一個護理人員的一個使用 等於說協助他來做一個使用 所以不太可能就是讓病人拿回家自行使用 嫌犯說法馬上被打臉 原警也火速在醫院外 將人逮捕到案 疫情期間醫療器材是重要的救人物資 嫌犯的行為不僅自私 也已經觸發 將為自己的貪念付出代價 記者萬家瑋林文台北採訪報導